尖书乃习武之人,其三年曾与巨星李小龙,和眼经典电影《龙争虎斗》,戏中有时间与李小龙高手过招场面,尖书曾说,有一次我跟李小龙过招,切磋武功,可能是他让我,他一时不慎,下恶给我打了一拳而流牙血,我想如果真正比武,一定不够他打。 尖书葬礼采用基督教仪式,灵堂以白花为主,一照笑容满面,时间纵横影圈半世纪,与无数美女合作过,但从未与女星传出过绯闻,对妻子李杰莹专一,铁汉柔情,令人津津乐道,原来二人于1931年在野余花巨社互相认识,拍拖两年便结婚,但其实二人的恋爱故事在当年也算很大胆, 既是自由恋爱,又身份悬殊,原来金沈当年是导演,时间反而只是演员,最终能开花结果,可算难得,图为刘家辉左二起,尹杨明,高雄,陈冠泰与吴梦达对金书十分敬重,图为邓光荣。 婚后,二人育有四子二女,儿孙满堂,两人数十年的婚姻生活非常恩爱,经常初双入队,时间晚年,又做古神经痛,双脚行动不便,单肩肾坚持陪伴在侧, 至一九九八年他心脏病去世,时间心情沉重,在灵堂打遍一切送爱妻最后一程,金庸表示最喜欢其在无限电视武侠剧野天屠龙戏,中饰演的金毛狮王角色, 亲自提携神经如十四个大字,并赠予时间作纪念。著名书法家舍许曼,更在其退休,时曾送上一如玉石,历久迷奸的莫保,时间在每一出戏中虽不尽是担当男主角,但他总在有限的空间里全力发挥,其出色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,他的专业精神和对演艺事业,的坚持值得人们敬佩,对此传言,时间就只是性格不合。 关德兴爱拜神,时间爱看书及打功夫。不过关德兴反而存在时间,时间可以说是电影完人,文武全才,幼稚时间永远最先上班,最迟下班,92年更提字送给时间,我爱观众,请笔时间,但关讲到二人戏中交手,则有点火气,排戏讲明出右脚,正是时又送多一记左脚,他出脚又快又近,手都给他踢肿, 所以自此我定必额外准备多几招,提防他随时加码。徒为邓光荣仍谨记坚书的教导,1913年1月1日,时间出生于广东攀鱼,但自幼父母双亡,所以由其二妈抚养长大。 少年时期的时间,由于体弱多病故习武以强身兼体,而且已学九年,期间曾习拿少林拳及螳螂拳,故而建立起自己的功夫底子,并为日后的演艺生涯,树立演戏基础。 胡锋左语曾将在粤语片时代跟坚书合作不少,适逢抗日战争爆发,学生时期的时间积极投入罢课抗战行动。 连没有人筹划抗日话剧,纵横省港两地演出,除担当演员外,更担当幕后工作,与有人筹划话剧演出期间,更学习舞台化妆及布景灯光等,自此尽力对演艺事业的兴趣。 图为赵雅之和老公,时间桑里低调与七合葬演艺界好友宋别,1996年获香港电影金子金奖奖终身成就奖,2003年获香港电影金像奖专业精神奖,2009年6月3日16时33分在香港伊丽莎白医院,因肾衰竭导致心脏停顿与视长词,想年96岁,代表作是与李小龙合作的龙争虎斗。 时拍,香港时间葬礼,曾一拳打伤李小龙吊艳现场权势顶级大咖,时间为本地演艺文化界贡献良多,即使离开影坛十数年,仍十分关注本港演艺文化事业,且经常出席香港演艺人协会聚会。 2006年捐出名下一个物业做给演艺文化解团体,做推广及发展用途,该物业原先由时间及高路权,金雷,李收奇与黄楚山所购入,以为业界提供休息地方及联谊之用。 听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